hello大家好,我是环球一世 上期我们讲过麦田圈的增加 这期我们讲麦田圈中存在的信息 首先是这张图,我们在《玛雅文明》里讲过 这张图是2008年7月15日出现的 出现之后专家就给它破解了 这是我们2012年12月21日 太阳系行形位置的精确图 并且是高精确,分毫不差 本来也没有什么 但是在2008年7月22日 也就是这张图出现的四天后 这个麦田圈的边上又出了一个新的麦田圈 这次这个麦田圈里的金星被太阳吞没了 而且太阳旁边多了一个新的行星 从地球的角度看,它正好隐藏在太阳后面 因为新行星进入银河系 它带的引力和重力改变了其他行星的位置 导致了火星、水星、地球等天体偏离了轨道 后来天体观测网在这一天内 那个什么打了什么马 以前作品里也都讲过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咱们继续看下一张 这个厉害了 这个是1974年为庆祝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改建完成 而创作的无线电信息 天文学家把它发射到距离地球 25000光年的M13星云 这个星云很多学者认为可能存在智慧生命 这个星云以后再讲 这期主要讲麦田圈 科学家把信息透过射电望远镜射向M13星云 该信息共有1679个二金字数字 而且这些数字只能有两个字数相乘 因此只能把信息拆成73条纵向或者23条横向 这个是假设收到该信息的读者会先将它排成一个长方形 如果把它排成23条横向 它会变成白色的二金字密码 相反如果把它排成73条纵向 便可以排除图中的模样 信息本身是不带颜色的 为了方便观看给它后期上了色 最上面一排白色的是我们的数字基础 粉色的是DNA 代表我们是碳基生物 绿色编码代表了人类DNA的基本结构 蓝色说明我们的DNA是双螺旋的 中间的白色代表了核甘酸的数量 中间红色的人代表男人的形态 右边的图案代表男人的平均身高 大概在1.74至1.76之间 左边的白色图案代表1974年 全球人口一共42亿 黄色的部分代表太阳系 所有天体 最右边最大的图案代表太阳 然后是九大行星 因为当时冥王星算一颗行星 其中第三位的地球被升高了一个 代表该信息是从这个行星发出的 最后前紫色的图案 代表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 蓝色代表口径为306.18米 这个图是1974年发出的 在27年后的2001年8月21日 英国最大的天文台 齐尔波顿天文台 附近就出现了两个这样的麦田圈 这个麦田圈是一夜之间 在科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眼皮子底下出现的 咱们主要看这一个 这幅图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伪造的 因为这幅图里隐藏着一个完整的外星信息边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麦田圈里的图形和我们发送的二金字密码图 有了许多不一样的地形 那都代表了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说明他们也是用数字的 第二个代表DNA的信息被修改 说明他们是西级生物 也就是硅级生物 这个硅级生物也是科学家 一直在猜测的一种地外生命体 因为宇宙中碳和硅是大量存在的 我们成为碳级生物 那理论上也有可能会出现硅级生物 如果有这种生命体 它们不需要氧气 也不需要水 这个也以后再讲 这期还是以麦田圈为主 那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地方也被修改了 说明他们的DNA结构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双螺旋 双链 他们比我们多出一条 而他们跟人类的形象几乎差不多 都是直立行动 但头比我们大 就有点像我们熟知的小龟爷 并且他们的身高平均1.2米 总人口213亿 他们居住在某个星系的第三第四第五行星 证明他们已经有能力殖民其他行星了 下面这个是他们的信号发射器 但是这个信号发射器的模式被修改了 证明他们拥有口径更大 更复杂的信号传递方式 有科学家就觉得如果我们造出这种模式的机械来传递信号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外星人进行交流 就像打电话一样 其实这个想法可能制造麦田圈的生物也想到了 因为在2000年8月13日 这两幅麦田圈出现的前一年 也在这个天文台附近出现过一幅这样的麦田圈 这个图就是后来这张图下面的信号发射器 那就说明制造麦田圈的生物 刚开始想让人类制造一个这玩意 然后咱们探机生命和规机生命 直接展示视频通话或者语音聊天 结果我们没整明白 也造不出这玩意 就没当回事 之后的第二年就出现了这幅图 也是因为这幅图的出现 大家才反应过的 啊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这幅图出现后就出现了另一个可怕的推测 因为M13星云距离我们25000光年 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发送的信号就算以光速前行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回复 从这点上来看 信号可能还没有传播到M13星云 就已经被截获了 并且按照速度来推测 回信息的生物应该就在我们的太阳系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回信息的生物就在我们身边呢 天文学家就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个推测 如果他们生活的三个行星在我们的太阳系里 那按照现在的位置来看 它就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并且猜测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行星的不只是这次的麦田圈 考古学认为尼比鲁就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火星男孩也曾经说过 火星和木星之间是有一颗行星的 还有我们开篇提到的2012里的麦田圈 也猜测太阳系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行星 随后的第二年就出现了这张图 上期我们说的这张图 这个图里是一个外星人 是一个小灰尔 信息就在这个灰尔的圆盘里 这圆盘用二斤字解码能解除26个单词 翻译过来就是警惕那些带来假礼物的人 和他们背弃的承诺 有许多痛苦但是仍有时间 外面是美好我们反对欺骗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 好像是说有个生物 用礼物和承诺欺骗我们 当我们不再相信他们的时候 应该是很痛苦的 但是外面的世界要比想象中的美好 那这段信息和这个生物放在一起 是不是暗示着小灰尔在欺骗我们 不让我们和外界联系呢 还有这个麦前卷 它出现在2009月6月23日 这个是我们天文学用到的天文六分仪 中间是月亮 下面是地球 后面这几个是太阳系的其他形形 这幅图出现了两天后 6月25日它又变成了这样 天文学家根据计算 发现这是2011年太阳系所有行星的精确图 但是多出了一个X 这个X是彗星 这幅图里算出了2011年初旋月时 会有一颗彗星进入太阳系 结果2011年真的有一颗彗星撞击了太阳 这是当时的视频 并且2011年澳大利亚天文爱好者 托福乔义发现一颗克鲁兹祖会形 并把它命名为C2001W3号会形 你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首先啊 这幅图是2009年6月23日第一次出现 在6月25日发生了首次变化 然后在5天后的6月30日 这幅图又发生了第二次惊人的变化 这个图不是很厉害 是相当的厉害 它后面拖着的尾巴不是数学 也不是几何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二金字密码 或者神秘的图案 而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 至于文字破译之后是什么内容 这里就真的不能再解释了 为什么不能解释呢 你们猜 谢谢大家 commercial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